哈喽,大家好,我是杨丽 我是小杨 今天我们还是在成都啊,从青山山回来了 给大家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我们那个房子的问题啊 不到今天为止,就是在我们录视频之前 那这件事情呢,已经算是圆满解决了 也算是我给了一个我们能够相对满意的 并且能够接受的一个结果吧 是不是?是这样子啊 所以因为今天上午呢,我们一直就在从上午到 现在已经下午嘛,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 然后呢,因为就是说,已经全部解决了 但是呢,由于我们是签了一个保密协议的 所以这个具体的过程以及内容呢 就不方便去过多赘述 所以那么这个事情呢,整体来说就到此为止就结束了 也感谢这段时间非常关心我们 然后一直给我们出点子,出意见的一些网友们 而且每天关心,嘿,你的房子到底怎么样 我就觉得哇,莫名的力量 有人关心我们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们 我们就特别有力量,就是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所以呢,这个事情圆满解决了之后呢 能给大家就是做一个汇报 已经全部解决了 现在是晚上的六点钟 我们现在出门去买一点东西 然后明天上午我们睡醒之后呢 就是我们就出门 去哪里了 我们这一趟的行程是到内蒙古 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再去东北 原计划我们今年就是内蒙古东北的 原计划我们是可能是四五月份出门的 结果嘛,搞到现在马上就七月份了 所以我们今年的时间会非常非常紧 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玩的那么慢 如果有时间的话啊 就是内蒙古东北都去一趟 从成都出发到内蒙古 哪条路线比较好 哪条路线风景比较好 快快快快快 跟我们发信息 是吧 嗯 我们明天就出发 现在我们去买点东西 走吧 去不去 先去 去去那边 走 我们现在刚刚去逛了一下超市 买了点东西 哦 这榴莲真相 明天做那个空气炸锅知识烤榴莲 最近我特别沉迷 最主要的是买了一点这个存粮 口粮不叫存粮 买一点这种牛排 买了一点这种鱼片 买了凉 牛排 冰箱应该放得下来 其实我们缺个冰箱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冰箱啊太小了 不知道能不能放得下 不知道能不能放得下 哇 有可能有点悬哦 这啥呀 这上这买的老面馒头 这是黄牛 煸牛排的 还剩了一根香肠 这是一点什么 这是虾皮 整理一下 凉一下 擦一下 擦一下 擦吗 擦一下 给我拿个湿纸巾 你看好多冰啊 不知道 你觉得本身很容易 随得 还剪一下 是和牛排 我看不出的 就是 有鸡虾 有鸡 有鸡 牛肉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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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准备去买个冰箱 然后就是那种12幅比较便携的 专门都是冰柜 因为我们如果我们每次出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带一些干粮 什么牛排呀鱼呀 可以冻在里面 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赶路的时候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经常感动着吃泡面 如果装点鱼呀 或者这种牛排呀 在路上的话就很方便 煎一煎就可以吃 就不用吃泡面了 这样免得营养不良 这两个榴莲 好香啊 现在吃 明天烤芝士榴莲 用空气炸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